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嘉雄 现在我们《论语新十七集》 《论语新十七集》是第七篇第十章 是《子卫言冤》曰 用之则行 舍之则藏 唯我与耳有是福 只有我跟你可以这样子 用就行 不用就藏起来 《子录》曰 《子录天也不爽 不服气》 《子行三君则谁语》 你要带着三君将领 要交给谁 然后孔子就说了 抱平而 死而不回者 无不于也 必也临世而聚 号谋成则也 就是要号谋而成 所以号谋成在《诗经》里面 《相》在耳世 就是宰相的相在耳 耳就是你那个耳世 尚不愧污漏 《尚不愧污漏》 那这句话呢 在这个 我刚读的时候 我是觉得蛮奇怪的 《诗经》在讲这个 那这污漏到底是什么呢 污漏是以前房间里面的厕所 现在我觉得 卫生间都很关键 所以一般是在八角床旁边 那这八角床旁边呢 它是用个门帘挂着车处 晚上起来大小便用的地方 这个隐秘且乌人喜欢九代的地方 就叫做乌漏 就乌漏 我们会讲乌漏偏红连夜语 乌漏偏红连夜语 那我们现在就说 原来乌漏是在讲那个地方 那像就是看 耳呢 就是你 所以像在耳市 就是当你独处在这个乌漏室里面的时候 这不是 就是不是人居住的地方 是上厕所的地方 所以室内厕所漏影之处 所以上不愧乌漏 就是你不会觉得愧羞愧 所以这个呢 在扁鹊长光列诺 这个病悟高方 这个诸侯呢 就是扁鹊跟他讲病悟高方 他不相信 他从脸上一直看 结果他就掉在厕所过世 等他找扁鹊扁鹊所以已经来不及了 没办法 后来就在厕所掉过世 所以这个乌漏 这个心中有神明在暗中查 独处做事 所以在物漏之处 而不可有 溃于良心 所以 就是传承下 由于世经传承下 就变成 物为暗事可欺 乌漏可愧 不要讲说 在暗事里面 隐秘不为人欺骗的地方 你就可以欺骗自己 或欺骗别人 所以 暗事亏心 神木奴殿 人间续 天闻若雷 这有些古语这样在讲 就说 你在 没人看见的密室的地方 做了亏心事 人虽然看不见 不过天神的眼睛 如同闪电子般 有无所遁形 那虽然我们在摇耳根子 轻声续 杀杀小声的 旁人无法听清楚 但在 听在上天的耳朵呢 就是如同响雷的高魂碑 那是不是就是一种内心的世界 所以 暗事 是指很隐秘 不让人家知道 不让别人有戏 有戏 可以偷看的地方 那 当今的说法就是 一个人闲惧一次 闲惧一处 所以是一人独处 没人看见 也不会做违背良心的话 所以 不期暗事 这句话就来形容这个故事 所以 汉书里面有一段话也是很珍贵 他说 遇人不见 没落勿为 遇人不闻 没落勿言 这个 就像 言言问人 孔子说 克己护礼 一日克己护礼 天下归人意 言言为奇目 他就 非礼勿事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所以孔子在 第十六篇第十章提到 君子有九识 世诗明 听诗中 圣诗文 茂诗公 言诗中 世诗尽仪诗文 昏诗乃见得是一 所以同样的 十七篇第十八章提到一个观念 物子之夺诸 物正生之乱雅月 物利口之乎邦家 所以事实上 这全部都在讲 我们的大脑皮质 跟边缘系统 跟网状系统 跟脑干这些 我们的脑部的形容 所以我常在想到就是说 迪卡尔在十七世纪的时候 他就用柏拉图的那种精神理论 把我们脑的松果体跟心事 做一个沟通互动的说辞 当然现在医学也没办法完全火定他 或者证明是完全正确 但是我们就叫做 这就是 遇人不见 没落无为 遇人不闻 没落无言 就是若要人不吃 除非己莫为 求是君子 不以隐为而忽视之 不要隐秘细微 就是要提醒自己 要尽量的 所以一念是动 雖不见不闻 而己已知 所以就像 只其亲一位 有喝归过孔氏之门者 约有心灾即幸福 莫己施己施己而已 莫己施己施己而已 也就这样的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大学里面有提到一个观念 所谓诚意者物质其也 所以他只有讲一个 君子必胜其毒 所以君子要胜其毒呢 就是不要自欺欺人 事实上孔子 说前言戏之耳 想也像只见男子 于所活者天夜之 他也是人 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以乎 未有小人而仁者 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些不仁不义 但是不会太离谱 所以只如为君子上永呼 只为君子一以为上 小龙君子 就是说 游泳无以为乱 只会乱了伤法 不会去伤人 小人游泳无以为道 就会去伤害别人 去欺道别人 去偷盗别人 所以在戒胜恐惧里面 我们看到了一般来讲 心中是神 就像我讲迪卡尔 这个柏拉图一样 事实上就是 道家讲原神 事实上中国医学讲心神 心主神 所以 人义其恶 人人可见 人义其善也人人可见 所以在论语第十九篇十九章 提了一个观念 君子之过也 如日月之死焉 过也人皆见之 根也人皆养之 就是 根心了 人家也都知道 所以 就像欧阳修 他是国使馆整理新唐书 那他在讲马舟的时候 我看了 有点感动感触 但是 在看毛泽东在读二十五史 在批这一段 马舟这一段 欧阳修这一段 更感触更感动 所以周恩来 为什么对毛泽东又近又味 又喜又惧 事实上毛泽东根很深 所以在看这些文字里面 所以日月之死焉 过也人皆见之 根也人皆养之 在这第十九篇第十九章 他旁边那一章就是 子供曰 咒之不善 不如是圣也 是以君子物稽下流 而天下之二皆归焉 所以这在子供曰孔子说 君子物稽下流 所以我们人 就下流 而天下之二皆归焉 所以这在子供曰孔子说 有物称人之恶 物居下流而善善神 就像我们讲的 所以君子物居下流 天下之二皆归焉 那物居下流 但不得不出下流的时候 也不能去善善神 不要去批评批判 有的没的 自己要求自己 圣读吉利利的吉达达人 能尽取辟客人之方原因 所以我们在看论语的时候 我常讲 论语的第一篇第八章 跟第九篇二十章 它是重复的 那第九篇二十章是 主宗信 我有不如己者 我有不如己者 在论语就出现两次 所以我常常讲 多余佳余 在提到孔子说 我过世后 子下日益 然后子供日损 你叫做问什么 因为子下 都是去教 我有不如己者 我往上走 去学习进步 子供是教高性的 高性来往 所以子下之门人问教于子章 子章曰子下银河 对于可舍语 是不可舍去实 子章曰义乎无所闻 君子尊贤而隆重 家善而经不仁 我是大贤语 愚人何所不容 我是不贤语 人家具有 如智而屈人在 所以子依曰子下之门人 当杀草应对尽对子 可以 亦莫为本之则无 子下文字曰 亦言由过也 夫子之道 焉可为 君子之道焉可无也 有始有足其会圣人夫 有始有足其会圣人夫 所以当你看子下子有 子下子章 像子供问 事与伤属弦 事也过 伤也不及 否子说过也不及 所以 子路问诗行 行之行出 篮球会文师行出 孔子说 恭喜华为说 为什么答案不一样 子路又会积极 所以孔子讲的话是退死 有父兄在问过父兄 那篮球呢 比较保守 所以文师行出做法 你听了觉得对就是做法 所以今天我们 《论语新》17集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